男子在自家门前被人连刺十余刀 凶手为何如此暴力 两个男人之间的恩怨纠葛 究竟因何而起 是欺凌还是谎言 斩不断的混乱纠缠 在较量中走向毁灭 致命反击 常会路 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6年6月24日 河南省第四监狱 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亲情邦教活动 这名正在和母亲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 并叫孙再新 入狱一年来 她第一次有机会和亲人们团聚 孙再新的母亲似乎 极力压抑着内心的伤痛 甚至不敢抬起头来看看身穿囚服的儿子 因为她始终无法相信 儿子就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言语之间 孙再新的母亲流露出一些对儿子的埋怨 当初正是孙再新的犯罪 将几个家庭脱入到痛苦的深渊 那么她究竟是如何著称打错的呢 那是2012年7月17日晚上10点钟左右 河南省一川县公安局接到报案 称一名叫孙文军的男人 在自家门口被人杀死 发现孙文军在后院的才说门口 在地上躺着 发现她的真相是导致死亡的血迹 胸骨 腹骨 被人用围起词来治愈刀 一应是形成了失血性 修活性死亡 被害人孙文军 男十年38岁 河南省一川县人 经过初步调查 被害人亲属的目击 以及其他证据都将最大的嫌疑 指向同村一个名叫孙再新的男人 而此时孙再新已经逃离现场 赞助这个组织命经对孙再新进行的抓扣 在这同时 赞助了对孙再新的家族做大量工作 孙再新的家族都劝说孙再新打关注投案自首 案发后第二天孙再新不打110电话 投案自首 同时向警方提交了作案工具 一把担任匕首 在那把孙再新这个写击来 当作笔筑上的写击 受害人作为的DNAB队 都能认定证实 做什么 通议人员写击 最后证实这个 做出这个孙再新做了 从作案手法来看 孙再新在被害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突然动手 这让孙文军的亲人们 想起案发两年前的一幕 当时孙文军也曾在类似的情况下 遭到过袭击 他的邻居正在背对大门坐在那里 和别人打牌 之后他就拿刀 冲着他邻居非要害的部位 砍了三刀 当时孙文军在家门口和邻居们打牌 孙再新突然手持一把菜刀 出现在他身后 一言不发地向他的手臂和肩膀部位 连砍三刀 在周围人的惊呼声中 孙再新撂下一句狠话后 逃离了现场 既然你不让我好过 那你也不要想好过 所幸由于刀口不深 也没有伤及要害 孙文军被邻居们及时送医后得到救治 只是仅仅时隔两年 孙再新就再次找上门来 并最终将孙文军杀死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两个人在这楼上 村里面也碰过头 就谁也不理谁就算了 就是当时那个电话当了 你这没有用的谁 你人民都过来喊了 是不是 你如果是真正拿着 真正是反 或者是啥子 光打电话 他重新 原来案发当天 正是一个电话 触怒了孙再新 进而引发了这场血案 那么这个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 又说了些什么呢 当晚七点多钟 孙再新带着儿子外出玩耍回家 正巧遇到妻子要出门 他就说老钱没改家 小孩子改家 有四两三小孩子 改家叫我去看看 眼看天色渐晚 妻子出门后 孙再新不放心 随后也跟了出去 就在他快要走到老前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 妻子正站在路边 接听电话 一路上 孙再新阴沉着脸 怒气冲冲 她的妻子忐忑不安 急忙给公婆打去电话 让两位老人帮忙 劝劝孙再新 面对妻子递过来的电话 孙再新不懈地一把推开 她的脑海里不断盘旋着 那个男人的名字 孙文君 那个时候 他已经无心在听任何解释 只有一团怒火 不断地撞击着 他的胸腔 他接受不了这四事 广伤别人估计 他都能翻开 那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 感觉着 都快崩溃了 我记得这不中 亲人们知道 对于孙再新来说 孙文君 是他无法碰触的 一条警戒线 自从两年前 他用菜刀将对方砍伤后 全家人都形成了一种默契 从不在他的面前提及那个人的名字 然而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却打乱了这种表面上的平静 他这电话一向南西部 当时给电话留南西部先问他 说你到底是想啥子 我听见他说这运火的时候 我都从屋里出来了 当时他说 你也关不了 你也别管 我出去啥子 到外面就老说 可是你抓了 有啥子 你先等一会 不着手 我说不等了 孙再新的母亲没有想到 儿子的这一次出门即将酿成大错 谁都没有留意到孙文君的货车回来了 也没有看到孙再新从厨房里拿了一把剔骨尖刀 别在腰间 就在几分钟后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惨案发生了 他都从他家前 没有检举后没有出来 打后没有检举彩罗里头 他跟他彩罗里打电话 当时孙文君仍然在打着电话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 他没有丝毫警觉 站在门外的孙再新知道 如果迈出这一步 结局必然是两百俱伤 然而自己一再忍耐 却无法换来想要的结果 这件纠缠了几年之久的事情 又该如何了解呢 一个长达43分钟的通话 让他疑心见起 反映有点不成长 我就看一电话 他不要看 等于说跟家人出的外国 别人都知道 流言蜚蜜背后 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风暴 他真的头疼 头疼疼 他跪到地上 手打脸 我拿着他刀 我该远还跟他摸 致命反击 忏悔路正在不出 案发当晚 孙文君一直在电话里 和孙再新的妻子纠缠着什么 不肯善罢甘休 这一幕让孙再新猛然间有些恍惚 似乎像极了两年前的一个场景 当时也是这样一个电话 让两人之间开始了难解的恩怨纠葛 让孙再新没有想到的是 直到他从县城赶回农村的家里 妻子的电话竟然还没有挂断 他的突然出现 似乎让妻子略感慌乱 他当时时候有点这种 反应有点不正常 我就看一电话 他不叫我看 最后我看看 通话 那时候通话 通话43分钟 当时我解很清楚 孙再新看到 刚刚结束的这次通话 是一个没有显示姓名的陌生号码 究竟是谁与妻子通话 长达43分钟 妻子又为何不愿让他查看手机呢 开始他不说 后来他说 他说我跟随门云打电话 我一听 感觉着我这手 你给我男人说 打电话 虽然说我跟随门云跟他们关系 都通话我从小 刷到打 但是这个通话这么长时间 孙再新内心还是非常疑惑 认为这个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面对丈夫的追问 妻子失控否认 自己与邻居孙文君 有任何不正常的关系 只是这样的解释 对孙再新来说 是苍白无力的 人家回来 这张革命回来 连便说 他说 妈也过不成了 不过 过不成了 等时候跟家人出了关 别人都知道 就没有跟他说 我妈再说 那我以前 她说她听说 我这次 不想要 我知道 架不住 她的一再追问 母亲最终告诉她 村里的确传出了 她的妻子和孙文君的 一些流言蜚语 这让孙再新 犹如遭遇晴天霹雳 虽然这是一些 未经证实的传言 她却坚信这一切 并非毫无来由 她不吃饭 我打鸡蛋撒到我睡了 我打鸡蛋撒到我睡了 她都找钱让我碰 她都是老爸在打鸡脸 咱呀 都是说 成天子说别人 到镇头要叫别人 说我来说 老天子该背后又说些啥子 她有些最后 她跟我说她的时候 我都归着 我都给你一条狗 在亲人们的劝说下 孙再新暂时压制住了 想去找对方理论的冲动 然而 这件事带给她的打击 无疑是巨大的 当时她和妻子结婚 已经十年 儿女双全 家庭和睦 她难以接受 妻子出轨的事实 更无法承受自尊心 遭到践踏的痛苦 孙文君比孙再新大四岁 两家人 以及孙再新妻子的娘家 都住在村里的同一条街 三个人从小就认识 她跟孙文君还曾一同打工干活 就是这样一个朋友 竟然和妻子一起背叛了她 这让孙再新非常难以接受 让孙再新颇感意外的是 通话中 孙文君几乎是默认了 她与自己妻子的暧昧关系 交谈之中 两人渐渐言语不合 起了争执 孙再新当即要求对方 向她赔礼道歉 闹了以后 我说那你回来吧 我说你敢不回来 今晚上你不回来 我会带那一节 就你看出去 我会带他们杀一样 他爹给他那数百兄弟 叫小平 他爹送了一个来 来一看楼标要给他 也说道歉 我说的都是不说的 他爹说 我记得孩子们出现这时候 他对不起你家 我来给你赔礼道歉 也许是担心双方见面 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当晚孙文君并没有露面 而是由他的父亲和其他亲戚 先来调节此事 看到年近七十岁的老人 登门道歉 孙再新 不忍再说什么 为了躲避周围的流言蜚语 他决定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和妻子一同去江苏打工 然而他没有想到 事情最终 还是朝着最坏的方向 继续发展 我转了旅舍 还是因为大屋里头 当时他给我怪他 我说那既然是这 那你过来穿上这 我说说吧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此之前 孙再新仅凭那次43分钟的通话 和一些传言 就认定妻子一定背叛了自己 甚至没有询问过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而当晚 当妻子向他道出原委 孙再新的怒火 被瞬间点燃 今年夏天 我没有给家 当天晚上 他说是干媳妇 当天晚上 11点多那时候 他翻枪 翻到俺家 他当时关媳妇 抬到我里头以后 他可能他 让他说那是意思 他说枪奸 那媳妇是太担心 他就不敢说 想着压灭了 一要压灭 那人才装着 站位便宜 往俺家翻 他从那以后 他开始成年去信他 好像后来 他也没有得默许这种意思 孙再新没有想到 妻子和孙文君的 暧昧关系 竟然是在强迫中开始的 如果妻子所说的话 是真的 那么对方的所作所为 无疑是极端恶劣的 然而这种说法 并没有得到证实 他呢 他怀疑 孙文君跟他思维 有关系 他实际 他实际在思维中 他还以他 他还以他 他没得死 没得那个 他不承认说 他全家的能死 都是这样 他跟他学会 连好啊都是这样 由于事件的一方当事人 孙文君已经离世 另一方当事人孙再新的妻子 也从未就此事报警 因此孙文君 究竟有没有过强迫行为 我们已无从求证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 妻子的这种描述 无疑给孙再新的内心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当时我啃脑火 我那你当时把不给我喝 我当时关系 又生爱一家 生爱我家 都生爱一家 此前孙再新本以为 妻子与那个男人 只是一时冲动犯了错 然而从这个夜晚开始 一种被羞辱和欺凌的感觉 开始猛烈地生长 我成年就是晚上晒不过 想 想那是想吃一口的想 想那白人呀 跟他磨精打菜 后来都头疼 这样头疼 头疼疼 他拐到地上 手打脸 刚好一生 一生的话让孙再新觉得 自己所有的烦恼和困顿 都是孙文君造成的 在被头痛 折磨得无法入眠的那些夜晚 抱负的念头 渐渐地在他的心里萌芽 那一把斧子一把刀 我都说 呀 不过 我去他家 我见到沙发上搁头 我都拿回太匿 要穿上压子 我都挤发一下 都不得太匿 直到那个时候 亲人们才意识到 这件事情给孙再新 带来的打击 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严重 这让他们隐隐地感到不安 果然 孙再新很快就开始实施 报复计划 我信我当时买着刀 负责这些东西 我就讨计划 我讨计划 我讨计划 你还是讨计划 我去哪个地方 有哪个龙泽 我来听说 你學不来给你 我去哪个人 尝词 我讨计划 你 北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采取暴力方式对孙文君实施报复行为后 孙在心的心头似乎写下了一个重担 生活看似渐渐回归正常 与以往不同的是 在外出工作期间 他常常把妻子带在身边 然而暴力不会抹平怨恨 反而会自生新的纠葛 而对于孙文君来说 无论曾经犯下怎样的过错 自己被孙在心砍了三刀 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同样让他在村里人面前颜面尽失 对于这些电话 孙在心毫不知情 亲人们担心如果告诉他失情 他固执而冲动的性格 恐怕会再闯出什么大祸 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隐瞒着他 私下却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纷争 照过他家里 人家托过亲戚 托过朋友跟他说 我向我说说 这是过去以后都不要再发生 都不要再追究 都算了 然而亲人们没有想到 2012年7月17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 孙在心因为工作需要 突然回到了家中 更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 孙文君就在此时 再次打来了电话 当孙文君这个名字 再次出现在生活中 孙在心隐藏在内心深处的 那根敏感神经 再次被碰触 本身这是 对于我来说 都有点敏感吧 他跨着一猛一 刚好又撞见了 那确实是感觉 有点 特别接受不了 那一刻 孙在心丧失了最后一次理智 无论亲人们如何解释 他都无法冷静下来 当听到孙文君开着货车回来后 他趁亲人们不备 从厨房拿出尖刀 冲出了门 直奔孙文君家的后门 我进去了 他说 stay 出来我说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过 那我都嫌不叫你过 这都 太阳错了他 你报警你听我说 我说不听啊 杜思长 一刀两刀 变得出来一个是刀 就这样 孙在心用极端的方式 结束了他与孙文君之间 长达两年的矛盾纠葛 第二天 在亲人们的劝说下 他拨打110报警电话 投案自首 2015年2月5日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审理认为 孙在心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以构成故意杀人罪 因其有自首情节 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最终判处孙在心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2015年7月27日 孙在心来到河南省第四监狱 改造复刑 在案发四年后的今天 想到自己一时冲动 给几个家庭带来的巨大痛苦 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反正每回开庭 他家人 包括他媳妇 看着跟以前不爱 总感觉着对人家 家里头这种人 愧疚 女人家爹家 他也能拿进去 本来那时候有关关系都不来 就都清洁 给待放家庭的确 你不管是有错 给待放家庭的确是造成了 造成很大伤害 很愧疚 惨案的发生 让孙文君的父母 承受着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伤痛 这样的沉重打击 也让他们原本就脆弱的身体 血伤加霜 现在过得怎么样 对于两位老人来说 孙再新所犯下的重罪 孙再新所犯下的重罪 也许是他们一生都无法原谅的 孙再新的一时冲动 不仅葬送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也葬送了自己和亲人们的幸福 孙再新入狱后 他的妻子外出打工 两个孩子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为了让他和亲人们加强沟通 尽快适应改造生活 监狱民警鼓励他每个月 坚持打亲情电话 然而在一次和家人通话后 孙再新的情绪却出现了波动 他得知他的女儿不再上学了 辍学要跟他的母亲去打工 当时在这个不打亲情电话的现场 他得知这个情况以后 情绪就非常的激动 女儿的辍学让孙再新非常焦虑和自责 这种后果是他在犯罪之前 从未想到过的 强烈的愧疚感让他无心改造 甚至产生了绝望的念头 随后我们干警呢 也是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 我们也是带他多次和他家人进行沟通 进行打电话 写书信 让他和家人进行联络 民警们的努力 让孙再新暂时得到了安抚 然而他们知道 孙再新的情绪非常容易反复波动 要想从根本上解开他的心结 就必须更全面地了解他女儿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想法 为此2016年6月23日 河南省第四监狱的民警们 前往孙再新的家中进行家访 我给孙再新的就是他国务志愿管理的情况就是 除了班上我会家 我是回家贼 他是个里边贼 其他40年半年 可以说半年 整个半年 都是在一块 都是在一块 就每天都是 很紧 他就在个旁边 我那个办公室 就是神经派就在他旁边 平常我又是经常跟他聊天话 感觉他这人对担家庭是不忠实应的 他可小人 他对家庭的责任感觉比较像 心情要好 对人都好 现在在里边以后 他觉得说对担家里边也保不上啥嘛 老外三爷小姐不聊 孩子上去哪里也找过去 其实他 要不算闺女可聪明 他随着人也可老 所以三年上一公子 他就说对对对 孩子回不上不上不上 学校也回来脚子不上不上不上 这 这 这不来的 那 这 这 考虑到孙再兴刚刚入狱 行旗漫长 对亲人非常思念和牵挂 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 加访后的第二天 监狱为他安排了一次 特殊的亲情帮教活动 您到 是 今天在监狱 建议这种情况 租着一次亲情帮教 起飞非常慢乐 一会儿到帮教地点以后 和你家人好好谷冲一下 你说担心的也有问题 包括今天女儿人也晚了 好好地谷冲一下 太强了 关系一段烦恼也好 别的问题也好 咱们尽量通过今天为此发表 要记得了 好不好 是 谢谢大家 好 到那边黄奖堂里面去 好 好 这男孩 好 好 好的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给你感觉不要痛喝 你就不要读鬼回来 我给你相对他认识的时候 嘴上他啼气 你给他都不喝得 所以 喝福我的这两天 我感觉说 前两天都说一辣 一辣一辣 我心里头又说 我一样有多大混音都没睡 我睡不着 翻过去 真的一半天该来 都是麻烦 今天也不能跟我说 去上我那家来 我听听 我说你还要看车 女儿的关心 让孙赛欣的内心非常温暖 却又万分愧疚 自己不仅无法陪伴在亲人们的身边 还让他们如此担心 这让他更加痛悔 曾经犯下的过错 过来你看去九月 三月多点 我说你七十四分回来 你看你想学的啥呀 上学村吧 那公司就要是上机 去哪里头你说 去干货那里总不知啥城 你听说你出去干货 去长林上 你打那工呀 我这次心意就可不美 被人找我跟你说 你来学习 那名要跟得好 我都说你听听 那肯定上 你上来 差不多 咋着一猛弄 你看我 你看回去生 虽然我给你 虽然你看 你给 提要啥才能成这个 不管是上工了 你看这流点社会 都是没有文化 确实是不如 这有虽然 两个老板 你得叫这个农者 你得跟 跟 叫新方的 不不不 叫不不得 这有点不论 社会 对着你 刚才这个农兵 是太关心了 经济一直管好 中了心 同意上 你看 然后你抓紧 你表演过 从早就在那里 还行 与亲人们相聚 让孙再新 重新树立起了 改造的信心 父母的鼓励 女儿的懂事 让他感受到一种 强力的温暖力量 而这样的力量 将会成为他未来 改造道路上的 最大动力 人性的批判 忏悔的力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